三小智现在真的很忙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拍摄日程,可体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,如果有小鱼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,但是耐心等待吧,目前三只都在往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,如今大哥做饭都可以算是特长了, 录制中餐厅完全没有压力,高能少年团也是一大黑马,而圆圆正在大主宰拍摄当中,那么大佬呢?大佬参加完高考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,大家知道的大佬,最近在拍摄《淹室班》,还有7月20的《幻乐之城》,还有12月份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,感觉这些就已经多的追不过来了,不过小鱼告诉大家除了这些, 大佬还有一个节目大家都不知道,千玺之前在《这就是节目》中担任导师,是所有人当中年纪最小的,也是很优秀的一个,舞蹈功底颇深,很多粉丝都还在节目里没出来,今天,千玺突然更不公布了一个消息,她又接了新节目了,是的,一迎千玺又参加新节目了,节目类型跟《这就是节目》很相似, 兴趣差不多,都是关于节目的,这个新节目就是全明星舞技,一辆千玺担任首席新推广,千玺最近更薄的速度有点勤,让小鱼有点猝不及防,如果不是千玺发薄,连小鱼都不知道还有这回事,丝毫没有听到过宣传这个的,千玺果然高冷, 一直等到开启前三天才告诉粉丝,小鱼表示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节目还是什么,所以嘛,上就开始了,各位粉丝还是自己多多关注吧,也有很多粉丝表示和小鱼一样都不知道,自己可能真的是个角贺吧, 看来千玺高考完丝毫没有闲着啊,千玺的舞蹈功底,大家都是知道的,对待舞蹈也是丝毫不马虎,作为全民舞蹈技的首席新推官,小鱼认为是没有争议的,又能看千玺跳舞了,本次们表示,虽然自己不会跳舞,但是喜欢看千玺跳,没什么别的原因, 就是因为千玺舞台上更自信,更能表现自己,最最最重要的是,千玺喜欢跳舞,所以会一直跟随你的,只不过这次跳完,明媒肯定有多了一堆,千玺已经是大家的千玺了,不是小鱼一个人的啦,千玺作为街舞的代言人,不打算来个舞蹈视频,什么的,给粉丝送福利吗?